据俄罗斯塔斯社12日报道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士金当天表示 布兰正试图掩盖其向乌克兰西部扩张的意图 并对其肢解乌克兰计划的被公开感到紧张 对外情报局收到的情报显示 布兰领导层对其肢解乌克兰的计划 以引起公众关注一事做出紧张的反应 纳雷士金说 华沙显然希望在艰难的地缘政治对峙中 无论是基辅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不会注意到 他为夺取乌克兰领土所做的准备 波兰希望当乌克兰冲突进入外交解决阶段时 各方将不得不承认波兰扩张是一个继承事实 现在在敏感信息泄露后 波兰领导人必须平息起北约和欧盟朋友的担忧 他表示 纳雷士金曾在6月底表示 波兰已经开始研究肢解乌克兰的方案 相关计划包括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建立一个 由波兰控制的代理国家 以及将乌克兰的中部地区变成一个缓冲局 以避免波兰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 塔斯社12日称 现在华沙希望通过广泛宣传来纠正这种情况 政府已指使赤库和大洲媒体开展媒体活动 掩盖波兰的行动并拨持谣言 根据俄对外情报局的信息 波兰计划重点营造乌克兰所有邻国 集体参与基辅事务的形象 为此 华沙计划在乌克兰问题上 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以躲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身后 实施起真正的计划